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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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欣兴的这种 sensation 当初 它借助了很多媒体的这些力量 就是同时七八年民主墙 然后更多的是连政治上的一些口号可以提出了 在这之前你要割舌头的 那么到了79年无名画会第一次展览之后 基本上我可以说无名画会这个就基本搞一段落了 虽然在81年他们另外有一次展览 但是那次展览跟第一次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是这个团体里面 group 里面开始分化 年轻的他需要接受新的很多知识 他希望能够走得更远 更加 extreme 更加这个 尤其年轻时候他的那个思想各方面活跃 他不愿意停留在一个点上 西方的东西到了80年以后 开始大量的进入 就像这些画册我在70年代中不可能得到 所以呢 这个变化是跟社会的变化同步的 画册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78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认识了一个 我的第一个 foreign friend Ners 他叫Nor 是个Swedish 他中文讲的好极了 77年来 77年来的北京 然后81年回到瑞典 那么以后到现在 甚至到现在每年都来 他在78年的时候呢 他们协助做了一个展览 就是瑞典这个展览 那么在展览上我呢 再临摹一幅画 临摹一幅画是这个 这幅画我给你拿一下 这幅画我临摹了三天 这幅画还很复杂 但是非常好的一幅画 嗯 嗯 然后我 展览在 我劳动人民文化工 太庙 太庙就是 我留着这幅画 嗯 这幅画 嗯 对 那那个时候你可以 可以拿着画具啊 去驴摹原作 嗯 就在 离的画也就大概是 两三米啊 嗯 把画家织起来 我画了三天 画了三天呢 这个 这个朋友呢 就是来采访 来采访我 采访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就 那时候很 也很 很单纯啊 就是非常认真的回答 最后呢 他的想法是 他想 拥有我的这个copy 他想 他想买这个 我们 这就是我没想到的 从来没想到的 那个时候根本就 就我们绘画 从来没想到买 那个时候 然后 我说不买 我说我这个是 为我自己画的 然后他说 你回去考虑考虑 我们不太善于拒绝 say no OK 中国人一般常常这样 后来我呢 就 对他 对他说 这样吧 我说我再去画一幅 画完这个 再画一幅送给你 送给你 不要买给你 后来我就 又去画 画了 这张画画了三天 我回家吃饭端碗都困难 累的 然后 第二幅在画的时候呢 其乐稿子开始画 我觉得不行 完全没有感觉了 然后我就放弃了 放弃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想 既然我说了送给人家 那么我就送给人家吧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说那 我不再画了 我把那幅画送给你 他就奇怪了 他就问他的邻居 一个奥德利的专家 他在 Friendship Hotel 我们说了老实在上去 然后呢 这个奥德利的朋友说 可能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吧 中国人习惯送画吧 然后呢 这个后来我就把这画给他了 给他了 然后他特别高兴 我们就聊聊聊聊 然后他特别聊 聊聊文学 艺术 聊哲学 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也觉得 怎么办呀 怎么来感谢我呀 有一天就拿了list 拿了许多list 说 这些画册 你想要多少 要多少 嗯 这个这个这个 这几页你随便挑 我就非常hesit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想 嗯 要多少本 想想想想 最后 我就在上面勾 打勾 大概是当时要了十一本 然后他定了 从七八年以后 那个 那个时候 到八十年代初几年 我觉得中国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那种交流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个那个状态 我不知道你 那时候在不在 非常 natural too innocent 非常好的一种 一种 communicate 所以那时候 越来越多的 许多外国朋友 那么朋友来来往往 更多的都是 不是这个 呃 呃 呃 带礼物啊 不是这个music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 嗯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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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啊 现在音乐 好的音乐 就是画册 那么 差不多以后的这个十年 呃 七八年间 你就积累了很多画册 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是非常primitive 这些还想不到 就是像像像开个记者招待会啊 或者是像媒体 都是浙江美院 中央美院 学院里的这个激进派 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 呃 他们 他们做的这一段历史 都是学院里的 因为他们是学院里的 对 那么在野的这些 就属于是这个草根的 他不了解 他们不知道 嗯 那个时候 呃 我们这段历史后来 是被高明路新出的这两本 这个 纳入了 放进去了 在那个时候 呃 我们跟他们 学院里不来往的 不来往的 呃 我们是反学院的那些 呃 当时我们也 我我我 也不了解他们 他们也不了解我们 嗯 所以从根本上是两个 两个系统 嗯 他们一开始的教育是 苏联的一个教育 呃 后来呢 一下子 这个information 进来了 西方的 那么这个 这个 可以影响同时 影响我们在野的 也影响他们的 但是如果他们 这种造型的 技术 技巧 能力 一旦 一旦建立那个体 体系了 嗯 他们要 再把它 完全改变 那个是一个 需要一个过程的 嗯 我们一般来说 从七十年代起 你看这些东西 它都是和自然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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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生活 和你的这种 怎么说啊 就这个这个所有的 我们是 它是一致的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发展 这是很自然的 嗯 它没有 学院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灌输 已经灌输的很多 社会主义 对现实主义啊 或者是 一些 条条框框 学院里的 往往 艺术家是 多少人 画的画是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嗯 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八十年代有个讨论 叫做 中国在开放 那么抽象艺术 是不是也可以 啊 进来 那么抽象艺术 他们理解是 嗯 要 要找出 抽象美 形式美 抽象就变成一种 形式主义的这种 嗯 一种事业 或者是一种 装饰的 Decorative Art 这种东西 那我们那时候呢 更多的是 从新年代一直就是 就是一种反反反反叛的姿态 所以那个 艺术里有一种东西 的东西是 就是直接 Hit这个 这个 Hard 生命的这个 这个 生活生命的这种 这种 这种压抑 所以这里呢 这里面我们 不大谈这个 美 这个 它实际上是一种 反美学 那个抽象的 更多的是一种 是一种 这种 绘画里面 能够 能够 激发你一种 生命的一种 反抗的一种力量 一种力量 一种 怎么说 spirituality spirituality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一种很比较 相对来说 口色的东西 然后 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在70年代画画里面 也 也在寻找一种 未完成性 not what to paint how to paint 这个how to paint 这个 一直从我们的写生 一直延续到后来抽象 一直是我们研究的这个 这个 他们一般在这个 怎么去画 就会画本体语言 这方面呢 反而不讲究 好 好